這是年份,去到63年 1962年,三個插件成功逃獄 塞一些奇妙的東西 在床上裝睡覺 然後用匙羹掛一掛 掛穿這裏 監獄與監獄之間的空洞位 然後爬過三層監獄 然後在屋頂爬出來走路 厲害 很有趣 在監獄都有種族歧視 黑人就要驅離 這裏有飯堂 這裏可能真的會蟹鬥 一個不妥 然後這裏是廚房 監獄可以在這裏拿東西吃 煮大鑊飯的地方 63年3月21日 有什麼食物呢? 63年3月21日 最後一批 是這個監獄的囚犯 一陣子會離開 因為他們相信監獄是 對於那些囚犯 對於改善社會 他們需要復康 如何重新走入正途 重新進入社會裏 所以是這個原因 不是因為經營成本的原因 就接了監獄 我們現在下去了 這裏還有很多其他古人精怪的遊戲玩 這裏還有一些精品 有Baseball 這個橋應該與我們無關的 這個就是Figuring案的監獄島 這些囚禁的人 有些盃盃 有些犯罪心理學書 我們決定離開 這次有着 神經病 小學生 有些 Paradise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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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覺得這裡很陰森 又很曬氣沉頭,還是淚氣重? 是啊,還有這個天氣啊 Foggy, No Sun 又大風,又冷 然後又有一些其實不是... 我覺得那個阿丁街還有很多那些聲音 對,比如在那個dining room 蟹豆 都讓你看到那個具體化一點 都不錯,那個阿丁街 是超多的,現在 但是這個建築就是原先做出來防御的建築 所以那些牆很厚 那些牆很厚 但是這個Defense 那些子彈那些窗 那些,它通常做到很幼幼的那個 那樣的 然後在外面打不到它 在裡面就發出一些子彈出來 The Last Day 那些照片,原來那個拍照的小朋友 是從來沒有公開過 直到他兒子等他過身之後 炒出來的 那就是最後那天 那些囚犯被釋放 或者這個監獄 終止運作的時候拍的照 那些人